台北小巨蛋一片哀嚎歌迷潮成一團 全音樂歌神張學友開創前四小時臨時停辦 讓現場歌迷全氣炸 歌迷火氣非常大 雙方互不罷休 借領警方到場了歌迷繼續爭 甚至和主辦單位吵了起來 這個部分我們依照這個 沒有辦法對你們 我們可以刪掉 我們可以馬上刪掉 我們可以馬上刪掉 不是不是不是 張學友無預警宣布停辦演唱會 震驚台灣歌迷 張學友經紀公司也火速發聲明表示 非常抱歉 因為上禮拜張學友表演完回到香港後 身體開始出現不適 看完醫生後確認感染呼吸道融合病毒 張學友強調一開始希望可以有奇蹟發生 一覺醒來就可以照常表演 只是奇蹟並沒有出現 喉嚨依舊非常痛也無法正常發聲 才會決定臨時取消 部分歌迷感到心疼演唱會門口外也出現大批歌迷 張貼紅白粉紙條在牆上 祝福歌玄早日康復 目前根據主辦單位公告 6月7號8號9號場次已經確定停辦 至於詳細的推票資訊 經紀公司和主辦單位還在討論 直播對於歌迷來說 等了六年終於迎來歌玄來台開場 卻碰上停辦也讓歌迷感到十分失望 東新聞長往六位 全靈舟在台北報道 我們愛你 張學長 張學友 我們愛你 張學友 我們愛你 張學長 張學友 我們愛你 愛你 好 主播 畫面中帶您來看到 歌神張學友下午又現身了 這次下榻的文華東方酒店 我們可以看到歌神張學友 是穿著黑衣 戴著棒球帽 戴著一個口罩 是不斷平平地點頭 非常的親切 粉絲是不斷地在一旁拍照 我們看到張學友笑得非常開心 也親民地和台灣的粉絲 打招呼是邊走 邊收禮物 粉絲的握手也通通來卷不去 現場還有天津原價台灣的女粉絲說 幾乎每一場演唱會都會跟張學友 那麼十月的天秘演唱會 她也會跟去 還有歌迷說張學友的手很嫩 摸到手的時候真的很害羞 互動非常的熱烈 而東盛新聞也獨家詢問到張學友 在凌晨發生規模5.5的地震時 是否有被嚇到 但張學友則是回答還好 張學友這回是在台灣 連唱九場的演唱會 今年晚上也將在台北小巨蛋 繼續開場第二場的演唱會 現在場外排隊的民眾還是非常的多 而張學友也搭上了保姆車 準備到小巨蛋進行彩拍 一場就是東盛新聞 獨家為您掌握的最新信息 將時間交還捧妹 一千個傷心的旅遊 一千個傷心的旅遊 最後我的愛情 在故事裡慢慢成就 天當上多麼高 海當上多麼困難 我心有不動 會發明我自身 Woo… 我錯了很多 永遠似悲覺 力臣要哼哼 應該早已沒期待 Yeah 應該生死為何仍未放開 靠差… 算了… 沒有你身邊的他 對… 好可惜呀 有實際的眼睛 尽風情書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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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話 或許永遠殘酷 一眨眼 又是一個誓言 那些紅紅的臉 高人懷念 已經跟我沒有話 穿越着雨天 逃避矛盾从前 但雨点偏偏总是这样一件 以前个伤心的理由 最后我的爱情在故事里慢慢成就 遇见个伤心的理由 遇见个伤心的理由 最后在别人的故事里我被 遗忘 民众非常气愤排队排了半天 却只能空手而归 事前释出几张票 验证机制违和歌迷全部知情 开卖前一刻工作人员才宣布游戏规则 而且我们有自我约束 有发号码牌 他们又不承认 然后他们只承认现场看到的 那不就是他们同意解压缩吗 现场一片混乱 排队超过600人 售票单位却宣布 5月31号现场售出200张门票 并凭粉色手环进场 留下满满粉丝继续排隔天的票 售票机制让人心烦意乱 因为等了七年才等到张学友再开唱 抢票成了粉丝第一任务 队伍中还出现长辈带排部队 但为了谁而排却不知道 那今天是排这个谁的演唱馆 章鱼还是那个演唱馆 应该是吧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懂 还有人为了看歌神被诈骗 都像真的一样 还有座位表都出来了 然后然后真的知道的时候 都已经被拼光了 十几二十万的票 因为一张都六千块 一片混乱后 追星竹等在张学友下榻的饭店 直集歌神现身 张学友亲切的收下礼物 还帮歌迷签名 即便买不到票 能见到本人就心满意足 冬司新闻周永生王晴华 在台北采访报道 和你魂变在慌乱的夜 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这是张学友 还是哭腔 对 原本蒲玉般温润嗓音 瞬间斗成鼻腔共鸣 飞玉琴变身张学友 简直向到骨子里 Ramore Ramore 有吗 Ra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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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Ra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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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神爱你 永远爱你 心相信 自信不语 就有他们或是港新 他们通通会有一些 总是华语不是那么的标准 有点广东腔 所以他们又有一种 又有一种他们的味道 所以好像 你追得憔悴的让我好心疼 有时候爱情会比时间伤燃 模仿歌王入幕三分 尤其张学友独特唱腔 费玉卿完全信手拈来 很多人不知道 张学友出道前 费玉卿还曾教过他唱歌呢 说你蓝飞达歌 你有没有记起来 大概在八年前 你到香港当一个比赛的特别来宾 八年前 对 我记得我跟欧阳飞飞嘛 对 就是那次 我就是那个比赛出来的第一名 你就是那次比赛的冠军啊 对 对 你现在讲 我有印象 我也有印象 我虽晚有晚 难以至要晚 我们上次还在后台 叫你唱歌的秘诀在哪里 我们在后台聊了这些 对… 我是怎么回答我 你说 好像说 你说唱歌不是用嘴唱的 是用眼睛中间这里 这里唱的 用这个鼻腔的共鸣是吧 对 我听了 这有没有一点这个影响 有 研究很久 果然我觉得功力增加了好几倍 才能得冠军 一直想谢你 谢谢 我和你吻别 在无人的街 让风吹笑我不能拒绝 我和你吻别 在黄冷的夜 我的心 等着迎接上飞 One more time 如果说张许友的歌声 像一杯手冲的研磨咖啡 费玉琴就是一壶清茶 若再加入一点岁月提炼 转个Key 压个嗓 咪上眼 还能有谁比他更像蔡琴 有人告诉我 爱情像一把锁 我从来没有尝试 怎么能信得过 自从遇见你 爱情所住了我 你偏有悄然离去 却没说为什么会想我 自从遇见你 爱情所住了我 你偏有悄然离去 却没说为什么 为什么 蔡景哥想她的眼神 可是我很难学啊 我没有什么夸张的动作 不不 你特别 而且有的时候 我过于高雅 你学得来吗 不会不会 你就是这种高雅的眼神 跟观众在四物相交 这你可以学吗 可以可以 我那个眼神最难得是 有点迷惘彷徨 这个远方的时候 眼睛不用睁大 但是又好像寻找到了目标 又睁大又失落 你不要那样靠着我的眼睛 我就怕会看穿我的心 我的心在后看 想要说明话 你不要想流行 刻意夸张凸显菜琴唱歌 眼神和细微的肢体动作 让本尊又好气又好笑 蔡琴索性一样花葫芦 上其他节目 反串云光幕下的废玉琴 她的台上说实话 没什么好值得学习的 因为腰也挺不直 屁股也翘起来 一个男人手呢 也是都这样子插腰 哪有这样插腰的男人多难看 所以我要觉得是台下 台下的废玉琴 那真的很可爱 哪里一杯茶 她就说怎么样 晚上有空吗 我们谈一谈 眼睛还要这样 那个鼻子会动 她的鼻间会动 真的鼻间会动 然后拿了一杯茶 老生入定 晚上来谈一谈 谈一谈即选她自己就 蔡琴和飞玉琴有很多相似地方 她们同一时期出道 声音辨识度高 口才了得 曲风打的都是怀旧牌 甚至到大陆发展 演唱会步调也很一致 坊间传闻 两人曾经有过不愉快 还留出这句 寄声琴和声轻的鱼亮情节 台湾唱的好的男歌星很多 但是呢 我想要找一个来合唱啊 很难 因为我的声音很低 一定要找到一个男高音 正好呢 正巧我是男高音 我是女低音 所以严格说起来 蔡琴跟飞玉琴的合唱 一个算是不男 一个还不女呢 所有的故事 只能有一首出品 我知道你最后的性格 所有的爱情 只能有你的节目 其实两人是好朋友 只是私底下很少联络 这也跟飞玉琴 低调个性有关 没有工作的时候 她会一个人静静地观察 抓住每位艺人个人特色 再加以模仿 这也成为飞玉琴歌唱外 另一大绝活 把云伸出多寂寥 现在欢迎来自嘉宾的观众朋友 接下来的歌手 《燕儿再铃烧》 谢谢 谢谢 阿燕儿再冬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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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燕啊 阿云显不出 转吵儿再冬树 如果能够 把自己放在你左右 让我拥有 让我拥有 你的真实的感受 叮叮叮叮叭啦啦啦啦啦啦啦 我会不知道 你的名额行 我不能不看见 你叮叮眼睛